她就是在舞台上最閃亮的 閃電王物群 所以很尷尬 對不起 我現實生活中的能量是不高的 我不是一個喜歡分享自己生活的人 多數在一個群體的時候我會聆聽 我會八卦但我不問 我用耳朵去聽 所以我的能量是一直存著 我應該是阿曾 我是內外的綠色 我長期都 又這樣 又這樣 但我就不會表露出來 我好像加了炭晶的那一下火 那一下就 又沒了一把沒有東西 其實兩件事對我來說都是躲在一些東西後面 你在歌手後面 做廣播劇 做電台 你在大戲後面 拍戲 可能別人說不是 你都直接走出來 對我來說就是你在團隊後面 你在故事後面 我有一種逃避的習慣 其實我知道 我可以做什麼 或者我 能夠為我的生命帶來什麼改變 能夠放一顆小的奇亞紙在這個世界上 我知道 但是有時候沒有那麼勇敢 理想啊 好吧 我要回答這個答案 其實我剛剛一直以來都想到這個答案 但我不想說出來 反斗車王裡面的物貨 你喜歡那個人 通常都是喜歡他強的一面 從小到大 你喜歡偶像是因為覺得他有多強 他有什麼特質你想擁有 但當你發現 其實他跟你一樣 是有很多情緒 而他會有軟弱的時候 你還會不會包容他呢 在哪裡跌低 在哪裡再跌低 就是你以前失敗過 你下一次就承認自己的失敗 然後在那個失敗的船上找方法 去向前走 不要在這裡遠來遠去 因為這個是你當下最相信自己 而所選擇的東西 目標就是要認識自己 在自己裡面 尋找不同的可能性 當你嘗試在別人身上 找認同的時候 某程度上你對自己不夠有信心 所以到頭來我就會想 我自己成為一個更加豐富的生命 才去要求這個世界